剛剛的新聞,現在Georgia那邊點票點到百分之九十九 差不多點完 現在拜登那邊得票是二百四十四萬九千三百七十一 而大總統是二百四十四萬八千四百五十四 相差不夠一千個票,拜登領先 本來這個就是給大總統領先的 但現在數到最後竟然給拜登領先 如果拜登贏得這個州的話 就加多十六個選舉人票給他 那麼他就贏了 如果Georgia這個州輸了的話 仍然要看Lavander 如果Lavander那邊有六張選舉人票 如果給拜登贏的話 就仍然是拜登贏 所以我們看看Lavander是怎樣 Lavander那邊 就現在點了百分之八十四的票 那麼現在就是拜登是六百零四 對不起,六十四萬四千二百五十一 現在大總統就是五十九萬二千八百一十三 相差大約就是六千多票 相差八千票左右 六千多八千票 所以看來Lavander 拜登也會贏 但是現在這個票數相差這麼少 所以相信大總統一定就要挑戰重點 重點變成怎樣 我們大家不知道 這個也都衰事了 所以沒有這麼快有結果 所以大家可以先睡覺 我想到星期日或星期一才會有真正的結果出來 但無論如何就是 大總統可能要回鄉下了 不如要回鄉下大禍 因為他有很多官司前身